我是早年 好像是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到吉隆后 遇到一个小城里发司 在南洋还很有名气 他跑来问我 他是 这怪释迦牟尼佛 很不服气 我说为什么 就是佛说了 他没有度尽众生 他不成佛了 我现在还没成佛 他怎么先成佛 我问我这么一个难题 我说佛当时在世 是度尽了众生 真的度尽了 我说你也被度得了 他愣住了 我总 你今天口口声声说佛 你阿赖也实里都有佛 你知不知道 佛度众生 到这个世线 到这个世线来 不是讲得很清楚 度根属的众生 你没属啊 好像种树一样 终于有个桃树 我递了篮子去摘桃子 到树上去摘桃子 我摘什么 当然先吃属的嘛 属的我先摘桃子 没属的再过两天吧 我说你还没属 再过两三世就属了 你就被择脚了 折走了 不属不度你 你没属 为什么没属呢 看你这个心浮气躁 这个不服气 就晓得你没属 属了 佛基勒度 这都是真话 佛度众生 确实如此 更熟的 帮助你成佛 没成熟的 帮助你成熟 没有善根的 帮助你种善根 封好多层次 一次来聊 都是三根仆贝 利顿全身亡 真的一个不乐 现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不相信佛 排斥佛教的 你说佛又没读他 通通的读 为什么 他脑子里有个佛子 他口里能说得说佛 那就是得度 佛的种子 种在他阿赖耶里 毁谤佛 陷害佛 将来通通的得度 这是大神经上常说的吧 或者说佛 在黑暗 优优独播出这样的内脏 这样员